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身边的这位嘉宾不是第一次上到新频道 大家应该在中环财经连线都见过他 就是压得证券期货的陈正芯 Ryan 你好 如果今天家庭观众看到市仪的走势表现 比起早上市的升幅就因为少了 有什么股票问题 大家很想请教Ryan事不宜迟 大家应该已经进了youtube聊天室 可以和大家设计高峰之外 现在又升多了200点 下午的试开 所以如果大家拿着什么股份 或者很想现在有一个反弹入场 又想请教Ryan事不宜迟 大家快点留下股票号 稍后就会帮大家发问 不过在观众陆陆陆进来直播的时候 都有一些东西想问Ryan 因为距离上次上新频道都一段时间 如果你说有什么特别 尤其是我们下午五次新战前的节目 都有一两位嘉宾 和你的背景有些少相同 就是什么呢 我们都由传媒出身 就是先做了传媒 尤其是财经新闻 应该平时都会很留意 所以我很想知道 你自己的投资取向 又或者去选择股的心法 因为我看到你有专栏的 也会帮观众选择股份 但是那个因素 甚至是一些秘诀 你会怎么选择呢 会不会是因为传媒出身呢 我们以前经常要刨通告 又要看公司的基本面 这方面会着重多些呢 刨通告是必必的 我觉得 你不论是否传媒出身 其实你本身是一个投资者 通告是一定要看的 我自己会觉得 当然了 他盘数大家都要 你至少知道 你在买的公司 他的业务 业绩 如何 这些都是必备的 但是尤其是做传媒出身的 我相信反而是比较不喜欢 单靠消息去炒股的 嗯 也是的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那些消息 有机会复复的 一来 去到你手 其实那些消息 已经是可能 不知道多少手了 一来 一来 即使不是一些路边的消息 是一些正式的新闻 往往我们都会发觉 很多时的新闻 出来明明是好消息 为什么股价就开始跌下去 已经升势将进 可能是因为传媒的关系 知道很多的股份 往往都是这样的 有些消息 你刚才说 你不是第一手 你不是第二手 甚至不是第三手 去到你手的时候 你经过一些消息 去到外电 外电 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是 经过很多的时间 所以单靠一些消息 甚至国策去炒股 其实往往都会慢了 所以 什么走得最快 永远都是钱走得最快 如果你问我 我会倾向看资金流 大家知道我挺看好 10月以至第四季的股市 原因就是 我们看到钱持续流入香港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你看到金管局不停摘钱 就知道了 港资很强 很强的 银行的结果都去到3千多亿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高的水平 当然大家知道 那些钱是可能 几大机会为新股而来 但是 你抽新股的钱 不会只是放在那里 很多时候都会流入股市 那你也都见到资金流流向 个别的板块 尤其是新经济的板块 这个其实 他们不需要一些特别的消息 不需要一些大行 特别去加持去唱好的 但是你一样有些钱去流入 去为它提供动能 所以这个我相信 我自己很喜欢看的指标 除此之外 一些技术指标 我都会比较留意 那技术指标 你看过 当然是看图表 但是看图表 我们要看的就是 看看市场上面 其他的投资者 其实他们是在做什么 还有我们要相信 有时候历史是会不断重演的 那这个都 我不知道跟 做传媒有没有关系 但是 那个 现象就是 这些是可以帮到 你投资的一些东西 就多过 单单看一些消息 嗯 那这方面 大家真的要有时做一下功课 尤其是很认同 Ryan就是说到资金流方面 因为如果你说 那么多钱进来 就是香港这一边 大家就会去想 究竟买些什么呢 有部分的分析都说过 现在现阶段 似乎又不见到很多钱 是想流向房地产方面 就是你们看楼价就知道 那如无意外 都是流去近期强势的 就是新经济股里面 昨天呢 港股这样滑了五百点 很快今天这样反弹上去 那些新经济股呢 就是有个别 都是弹得不错的 但是有位家庭观众呢 立即就有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 你现在恒指呢 就升二百多点 但是呢 跟大市关联到相当之高的 那只港交所三百八呢 逆市倒跌 所以姑婆呢 又说 有问了 是不是其实受蚂蚁拖累呢 所以搞到 港交所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呢 绝对有关系 现在大家都担心 蚂蚁的情况挺特别的 首先它大家最新鲜热的就是 担心美国会制裁它 那你如果制裁到 那其实 你当然会有点头痕 但是大家都知道 蚂蚁主要业务在中国 那其实实质对它 财务的影响未必是最大 但是另一样东西就是 大家都是担心 中国的监管机构 其实都是抓它麻烦 冲淨监的麻烦 冲淨监的麻烦 其实全部都是要 都是阿里系的东西 蚂蚁系的东西 那变成了 你益不到交易的人 这样 但是这些 总之是中美的监管的机构 其实都是去信问它的时候 那这个无可避免会 令到大家担心它上市的进程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固然之就会影响到港交所 因为上市固然之是一个收入 但是交投才是港交所一个最重要的收入 那正如正话所说 那些钱持续流入香港 很多时候是为了一些新股活动而来 那这些钱其实也是会在市场上制造一些成交 那变成了 如果你蚂蚁上不了市的话 或者是上市是延误推迟的话 那其实肯定是会影响到港交所的收入 这个第一样 第二样不要忘记 港交所的股值其实已经是很贵的 它整成50倍PE 50倍PE其实是说 比世界环球主要的一些交易所的作价 其实都是要高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有些投资者自然是趁高去锁定一些利润 那它其实由于低位 200多升到300 楼上甚至乎300尾 接近逼近400元的时候 在说只不过是两三个月的事 那你在这么短时间内升这么多 其实获利盘涌现也是一个很合理的情况 是不过我又觉得没有KK 说得这么浮夸的 他说蚂蚁今年应该没有机会上市 但因为我觉得市面上的风 其实大家都是吹 只不过是受阻 你应不认同 我认同 我认同 始终你看到 香港的监管机构 以至一些交易所 其实都予以配合 但当然 予以配合 为什么它在内地的一个发行 是没有一个利益冲突 为什么没有牵涉到一些合规的问题 其实这些是需要解释的 在上市的时候 无可避免需要一些时间 但我相信 它一些明星级的保证人 放得它上市 其实它整盘已经是收拾得好 已经是准备好了 只不过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做一些解释 其实我仍然对蚂蚁可以在今年之内上市 仍然是偏向乐观的 只不过可能枯升比较高 起码都要等到11月3日 10月就难一点 等到11月3日的美国大选 因为距离其实只剩下半个月的时间 选完之后才搞 应该都如无意外 相信大家的焦点都很多 而最新 其实之前提到 美国的贸易黑名单 传它被纳入的时候 就有说到 似乎在美国方面 觉得它会收集到 一些当地居民的用户数据 那今天最新有消息都说到来 就说其实蚂蚁在美国方面 就没有开到当地版本的支付宝 所以大家就有个疑问 那这样如何收集 美国用户的数据呢 似乎大家近期都很多这些风声传来传去 所以就真的不知道 蚂蚁实际上市的时间是多少 但不要紧 因为至少阿里巴巴今天就先弹上去 这一种基本上是每天 新频道和新电线的观众 每天都要问 必问 还有很多家庭观众都问 那现在阿里就升超过2.4% 升7元 升到291.8元 那LuckyStar都说 前景怎么看 我很好奇 是不是真的你们还是没有货 每个都说没有货 什么位置入 我估计大家都是因为之前吃了糊 但是不是大家都回答了 其实其他嘉宾都回答了 但回答完之后 大家都是觉得他贵 不舍得入 可能很多投资者 每次见到 都是这些情景 究竟有没有机会 等他回回去的时候买呢 这个利新 我这个关联人士持有 他的股价其实都持续是 我会偏向乐观的首先 他维持着一个挺好的上升趋势 现在在一个上升通道的中族位置左右 其实他的股价都挺跟外围 挺跟美国 美国是同步 因为他有很明显的套座的操作 美国的科技股 其实我整体来说 我仍然是看好的 NASDAQ 很明显在10700的位置 已经是找到一个支持 挺硬的 挺硬的 其实跌了 不是或者跌得多 低位的时候也有支持 反复我都会看得比较好 从而带动到一些大型中概股 包括阿里的一个股价 最重要的就是 好像我节目科手所说 就是阿里其实是很吸到钱的 十大交投其实他跟腾讯 都永远是占在头位 而且他是抛离其他股份的 这个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都见到一些资金持续流入 亦都是为他提供充裕的动力 但是没办法 之前破完顶 接近300元的位置 他每次破顶 其实都会有少少回套 那反过来 施神说 大家都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货 那就对了 他回套的时候 你就去吸纳 那高追我就不是说 真的太建议 他每次都破顶 回回来 那你不如等他有少少回套 参考那条十天线 参考那条十天线 看着那条十天线去做一些操作 那其实现在十天线 就大概是216.7 其实都挺近的 是不算远的 不算远的 其实不算偏离的 所以其实他在短期内 再升出300元的机会 我都会觉得是大的 嗯 那可能大家都要看上 美股方面的表现 始终他会扭着他的 之前美股方面 就比较英俊 别人碰过300元 但我们这边 最高都是见过298元 那大家考虑一下 都是等他回套的时候 尤其是Ryan 看着十天移动平均线 做回部署会比较合适 那既然扭到美股 我突然间又想起 我今早有提大选方面的消息 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 因为剩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但是大家在统计的时候 原来数数手指 他们美国那边说 单是摇摆州份 佛罗里达州 已经接近200万的选民 投了票 因为他们现在是有得做邮递 投票那件事 西岸加州都有超过100万 全美国的统计 已经有1500万的选民 投了他们的票数 只剩下半个月 其实特朗普那边看民调 会不会很难追 而我们是否已经开始 有少少的心理准备 预备有机会 拜登真的可能当选的时候 究竟我们的投资部署操作 是要几个钱 要预备 还是有这些情况出现 我想如果你说 哪个美国总统 哪个党籍的美国总统 去当选这个 就是去做美国总统 去入主白宫的话 其实你看回 市场其实不是很关注的 一向都 但是市场最关注的 就是不明朗因素 大家最担心是 咬得很紧的那些民调 其实你当时 就会看到很多故事涌现 究竟是哪个 会有利于国际关系 哪个会有利于经济 哪个有利于股市 大家会有很多这些差差 但是你当趋势比较明显的时候 就像现在这样 Joe Biden 其实他的民调都领识了多少 你计算五叉 其实他都会赢 除非主流民调全部都是错的 原来全部的人都是乱回答的 那就另当别论 但是当然这个存在 这个机会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我们暂且当去 是先准确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对于股市的影响 相对小 不过也都有一些变数是慢慢出来了 就是Donald Trump 就是Donald Trump的阵营 以至是一些媒体 其实他都在炒作中 Joe Biden那边 他的儿子是牵涉到可能 和中国之间的一些交易 那这个在美国是否炒得起呢 还需要观察住 是的 因为其实美国很多州份的人 就不是很关注一些国际关系 其实 主要他们当地的政策 会不会受惠到自己当地的人民 没错 是的 那经济可能才是一个核心 对于很多的州份 很多的选民来说 但是这个是需要去观察住 那这个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其实现在在投资市场 其实也挺关心 究竟新一轮的刺激方案 是否真的不可以在总统大选之前落实 达成一个协议呢 这个机会是类似的了 是的 反而大家就会很展望 或者很期待 快点选吧 快点选吧 快点选完吧 哪个做都好 就搞定经济了 就是大家现在的主题 已经是去了这个方向 那变成了 总统大选的变数就小了 那变成了 对投资市场的负面影响呢 又会小了 那听Ryan说的 那个结论在现阶段对于金融市场的走势 未必是一个最大的影响因素 那我们就看回港股这一边 因为呢 我发现都很多观众 问着今天带领着市 升的一种中资金融股 因为都真是很久没有见他们 升得这么英俊的了 你看到今早早呢 就是蓝筹榜里面表现最好的 那三甲一定有一些内银粉 建行啊 公行啊 曾经建行的升超过去到百分之四 原来现在穿了位去到半成过外的升幅了 站在高位那样 做着5.53 究竟你怎么看中资金融股 是不是一些资金 因为你刚才都说过 你很看钱的流入 那些资金呢 如果大家有特别留意呢 就是由习大大 如果你从一个投机角度 或短线角度 我觉得有不妨的 这个都是在走势行事的 的而且确在技术上 现在版面上 如果你看一下建设银行的股价走势 的而且确它是升穿一些平均线 上回五十天线流上 加上十天线是慢慢升穿到五十天线 这些全部是在技术上利好的一些因素 但是你从长远看 你第一就要看趋势 第二就要看一些基本的因素 整体的政策 和一个宏观的环境 是否对他们来说是有利呢 首先第一 我们会知道 无论是内地或者是环球 我们都很难期望 会有一个收紧的一个货币政策 那你一个宽收的货币政策 其实负面影响的就是 这个就是银行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收入 这个第一样 第二就是一个费用的收入 非利息收入 非利息收入其实是和经济挂钩 当然中国的经济算是挺好的 比对其他主要的经济看来说 中国的复苏部分很快 现在大家都猜 今年要说超过5%的按年增长 其实也不是太难 这个可能对于费用收入 这些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来说 都不是一个太负面的情况 不过大家担心的就是 究竟他们的资产质素 会不会转换呢 我们在他们的财务报表上面 不是说真的看到很明显 他们的资产质素 有一个急剧转换的情况 但是不要忘记 也有些消息传出来 是说银行对于资产质素 就是对于他们债仔的一个评级来说 其实是放宽了 例如 举例 以往可能他不还钱 可能迟还款四个星期 已经是归类为一些不良贷款 但是你只要将这个标准 变成八个星期的话 你不良贷款就可以控制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会令到 他的财务报表 未能够反映 可能变坏了的资产质素 这是市场比较担心的一件事 当市场有这个忧虑的时候 从长线角度来说 这些银行股 其实他的股价 也未必说真的可以反映到 他一些单单是业绩 或者是单单是财务报表 是良例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我还在这方面 会有少少保留 买是可以 但是作为一个短至中线的 可能下薄反弹的部署 始终是跌得很急 但是如果你说长线的吸纳 我觉得还未是时候 因为Will Lo说到 他觉得今天内银股大反弹 其实是不是有没有机会 回复疫情之前的价位 但是说真的 我自己去看走势图来说 是不是真的单单因为疫情 他就弱触那么久 我觉得基本上它是整个行业面 正如你说到 其实看资金和货币政策 才会比较影响 如果他没有一个改善 正如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收水的情况 没有变化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难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是不是 我同意的是 没有那么快回到疫情的水平 而且当然疫情是令到整个 中国的经济停摆 但是与此同时 中国的经济也是很迅速的反弹 你看到一些 例如内需的板块 新经济也不说了 车股之前也弹得很强 是的 车股这一类的股份 甚至乎内房股 其实他们的走势 又没有内人那么差 内人是否最直接受到疫情的影响 最直接受到疫情的影响 都会比较忧虑他的资产质素 和信贷表现的情况 是的 那就帮助这位家庭观众 因为既然我们都开了一只建行 他说如果真的在教委部署上面 你刚才说到 可能中长线的部署 你就不会太建议 但是如果短线技术 博一个反弹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教委可以部署回呢 因为我觉得是有一些家庭观众 其实如果你今早追的时候 他一开都是5.2左右这些水平 其实今天也会赚不少 就是想不到下午又冲穿这个高位 还有没有机会 兜了这个底 4.93的底之后再上呢 我建议分住的 首先五个半看第一柱 现在始终是处于一个五十天线流上 那为什么这些位置是第一柱 因为你始终突破了阻力 第二柱是等他先升穿二百五十天线 二百五十天线在五个八八的位置 有些距离 是的 有些距离 所以不要心急 你现在进了一柱 你起码有一柱在手 他就算突然间真的很强势 因为其实你也看到这一转的声势 那个的交投是增加了的 他的动力是增加了的 所以其实看一下他可不可以 就是升穿二百五十天线 二百五十天线也是一个前平台区 七月至八月其实他都横行了很久 这些平台区往往都会够成阻力 如果他真的可以反复再突破的话 我认为你去看前那位 前那位大概六个六 我们在看六个半的位置 这些股份可能是做这一方面的操作 但不要太心急 可能他也是要随着第四季的整体气氛改善 从二才可以跟随大市上 始终内银股是比较难成为领前于大市的股份 那完全是教委部署方面 可能就是Ryan觉得分注做回一个吸纳会比较适合 回答了这位姓女的家庭观众的问题 那当然啦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如果你说真的要相比中资金融股 你真的看英俊一点走势好一点 其实一些内需和消费股会比较好一点 而今天呢 有一只移动股 我看到家庭观众已经立即打出来问的 Canif 说是2020 Ryan今天应该都有留意这一只 有些数据出来了 是啊 没错 现在那个走势呢 其实都涨到2% 穿位的时候呢 高位就见过90元9毫 那数据英俊第三季了 品牌的零售额有一个单位数的增长 90.9这个股价呢 是创了新高的 我猜不到他旗下 Fila大家都知道 因为是他一个很黄牌 帮他赚钱的品牌 那他按年呢 有两成至两成半的增长呢 是英俊的 但我猜不到他原来其他品牌的 这个产品零售额呢 是有五成至五成半的增长 说的是在今年第三季 正如你说的 伏数得 似乎真的很好啊 是啊 不错的 始终受惠于整体的事度 Fila当然是一个 尤其是Fila 或者其他品牌的增长 是特别是厉害的 但是我要看回那个走势 你参考回安踏的走势 你看回它以往 它又是一样的 每次破完顶后 它都是回来的 即日缩 是啊 尤其是 这些我们在技术上叫做 场上影 或者秘雷针的形态 往往都是一些 不太适合高追的形态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出过这样的图 就是因为很多投资者 往往会在这些位置 在高位那里获利 吃糊了 是啊 吃糊了 在高位那里获利 低位买了 你当然要顾我出去 你才可以放入袋 所以其实 高追我不是说真的太建议 但是 它跌回来 我认为都不需要担心 始终数据帅子 有基本因素 做一个支持 暂时来说 先看看 20天线 大约81 82那些位置 这些位置 如果站得稳 就不需要太担心 但是 这些位置去高追的风险 会比较大 继续留意它的数据 我自己相信 对于内地整体的内需市场 我都仍然有信心 但是我不知道 你怎样看大行 经常都很勇猛 我今天去看一些报告 大家现在在憧憬 它是红底股的水平 如果你计算距离现价 可能13元左右 我看回中金 102.6元 还有很多摩通 大和野村 最牛的那间 就是105元 虽然你说 它每一次的走势 特别少 就是因为冲高 穿了高位之后 有一个获利回吐出现 但是会不会 红底股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你看复苏 有没有看得这么好 是时间问题来的 我觉得 不用太担心 一些整数关口 是否真的会 为它构成一个 比较大的阻力 你看很多时候股份 在整数关口面前 没错 它停一停 但是 它结果 要冲穿 也是一下子就穿了 101.102 距离现在的位置 大概 一成多 不够两成 你说 要有这些 增长 其实股价增长 又不是真的太难 虽然说 大家会担心一件事 就是 会不会市盈率 已经偏高了 以往 我们如果是 看一些 零售股 或者是内需股 其实它的市盈率 我们其实接受到 20倍 但是现在市场上 接受到 四五十倍 其实是稍微的 有些甚至过百倍 所以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又不需要太担心 这个股价的问题 不过我都奉劝大家 就是 你一些 因为资金没推高的股份 其实它也可以 因为资金流走 而可以急跌 这个要做好一些风险管理 买一买这些股份 永远都是要严手指舌 是 就是那个钱 入得快有机会 就是走得快 我知道Ryan 你对车就很有研究 我也有留意 你连车的专栏也有写 而我们说到消费股 又刚巧有家庭观众 说到车股 是直接要问一问你 你怎么看 因为它是想知道 现在车股有哪一种 可以做一个短炒 短炒 短炒的话 其实第一 大家的焦点都是 是的 新能源车概念 是否属于车股呢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属于 你们那些喜欢开车的男士 是会觉得新能源车的感觉 是没有那么好 我知道的 但是不要紧 大家看的是投资概念 是的 是的 要看回这个区域 在区域上 它也是属于汽车股 是的 其实它今天跌得比较急 跌了半成 但是我都会觉得它纯粹是基于一个 之前有一个急升的情况 所以它有些回吐 也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你说作为一个短炒 其实你看现在打出来的图表 就完全是比亚迪 比亚迪的股价走势 是一个挺漂亮的上升通道 而那些的平均线 也是整齐排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要去吃一个趋势 就可以吃这些股份了 OK 它是回的 要立刻进入这样看 它是给你位置买的 是的 但是通常我们就会看它 站不站得去找平均线 先拿一条十天线去参考 如果它明显是首条十天线 那从而可能落到二十天 甚至乎更低的水平 那就要小心一点 通常我们设置止线 设置回吐幅度 波幅大一点的股份 那波幅高一点 波幅低一点 波幅小一点 那波幅小一点 那波幅小一点 那说回比亚迪 你将它和其他的汽车股比较 其实它的升势相对稳定一点 不是说它走势稳定 或者波幅稳定 而是它的升势是稳定一点的 那么 所以其实趁它回吐去博一个反弹 我又觉得是合理一点 加上其实新能源车 其实持续吸引到一些资金 相对于传统汽车股 对那个资金的吸引能量 是会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博短 一定是博这一类的股份 多过可能175 甚至乎 例如238 即是汽车、长城汽车等等 这些股份 但是不是说其他股份不好 175其实中线来说我也是看好的 因为在内地的一些车企业来说 其实它的布局是比较有 都算是一个挺有远见的一间公司 但是当然了 当中很多波折 据例如它的母公司去收购这个富豪的时候 其实也是排除猛难 所以要随后它再进一步 想去入股大武纳的时候 其实也是受到很多的阻礼 很多的阻滞 但是这个可以从中看到 吉利其实是很想去有一个发展的方向 就是新行汽车 它看到全球的其他方向 这个是领先于其他内地的一些车企 新行汽车不单纯是一个 你放个车架 放个电子 放个摩打上去 而是你牵涉很多的生产环节 配套 以至是一些核心的技术等等 吉利在这方面 其实它就希望去取长不短 去拿其他的车厂 或者世界知名的车厂一些经验 除此之外 其实你见到它在收购完富豪之后 或者聘合了富豪之后 其实它也应用到富豪一些技术 它的底盘也是应用在自己品牌的汽车上 这个其实也见到 它相对于其他车厂来说 它是有一个圆件的前瞻性在 所以其实从一个中长四角度来看 我看好是吉利的 但是要有心理准备 它的股价手势 始终会比较波动 果然你对车厂是很深密的研究 就是他们入股那类车的功课 似乎Ryan也做得很足 撇除了你所说的一些发展的基本面 我是有一个担忧 纯粹是吉利的 就是之前实在回A的因素 在中心里 大家好像发了一场恶梦 而吉利 如果大家没有记错 刚才看到的走势上面 曾经冲高到19.36 这段时间就是在炒回A的消息 那好吧 过了这么久都没有新的进展更新 而大家对于中心一回A的当一日 来一个急插的走势 仍然那个记忆深深刻在脑海中 究竟这件事你又觉得会不会影响了 你刚才对于吉利的基本面的分析和研究 其实理论上是一个好消息 理论上其实是的 因为你可以拿一个更高的估值 可以拿多些资金去有助发展 吉利其实他占很多的市场 其实也是在内地 其实拿内地的资金去做他内地的生产的推进 其实也是合理的 还有吉利始终他之前做过一些集资的程序 加上回A的因素 其实目的都是拿钱 但是他没有很清晰的告诉你拿钱做什么 这个就留一些想象空间的市场 其实算是一个偏正面的消息 不过你说的就是981 其实他之前的回A炒 回A前炒高1回A之后股价就惨不忍 这个是一个明显趁好市场出货 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就是 其实他面临一个被制裁的风险 这个对于他的打击其实会是很大的 吉利始终那个市场针对外地 但是例如981这些 其实他的供应链市场 和他整体的生产的环节 和其他的厂商其他国家的关系很密切 这个是高科技制造业的一个特性 万一任何一个环节受制裁 就是不要说981本身受制裁 就算其他的环节 其他的一些供应链市场受制裁 对他的打击也是很大 大家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和忧虑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将他和981比较 我宁愿选一只175 但是对的 就是在175短期来说也会比较波动 而且他会受困住之前17至19元那段位置 那段位置是一些很重的蟹货区 不要期望他在短期内可以真的一举升尊这些位置 那如果你有耐性的 那才去做一些比较中长线的部署 那其实就是等他回肚的时候 才慢慢收集16元 甚至乎16元以下才慢慢收集 好啊 即是不是说一个很短线的部署 要留意这一件事 我见到很多家庭观众 不断问这一百一零 没得不答一答 今天这一只都算是强势股之一 因为如果你说看蓝筹里面表现最好的几只 除了耐银股 其实今天就是一只小米 在ATMX的新经济股里面 他也是暂时升得最好的那只 一百一零升超过百分之三 创办人兼董事雷军 在微博上update了说 他们今天有一个小米科技园 会举办一个核心供应商大会 即是特别邀请了十几间的重量级 他们形容是合作的伙伴 那可能他们公司方面 就会展示一些新的技术和产品 希望和这些供应商探讨一下合作感化 是一个憧憬 不知道今天这个消息 关不关这个声势 但是对比起 ATM之前已经轮流破了顶 追落后概念最重好像是这一只 对的 但是我其实有点觉得 ATM就不是一定是必要 黏在X和J的 即是你是不是觉得 在走势上面 他们又没有黏到过去呢 是的 其实你看到ATM 好像Season所说的 就是他们轮流破顶 和破顶的走势都相当之强 这个也有成交的配合 也看到一些资金 是持续流入这类股分 反之小米 其实你看到资金是慢慢流走的 这个就自管理层减持之后 就已经是有这个状况出现了 我自己个人 就会对管理层减持这个因素 是不多不少有些戒心的 那小米是否这个情况呢 我们还需要观察 始终低位到19个多个位置 都找到一些支持的 但是 你又要审视它的基本因素 不要忘记小米本身 他希望用一些硬件 尤其是手机 打入人的生活 从而去做一些互联网服务 因为那些无理率才高 那些才赚钱的 苹果其实现在是在走这个方向的 你看它的服务相关 收入多少就知道了 但是 大家一直是当它是手机股 所以其实它跌到9元 10元的时候 那时候的股值是很划的 因为它做手机 它也可以做到无理率 即是8%左右 那些水平 那时候的市盈率 其实是20倍左右的水平 那你相对于环球的同业 其实也不是一个太贵的水平 但是到它上到来的时候 上到20多元的时候 大家是否仍然是当它是一只手机股 还是已经是把它当成 互联网的股份 很有憧憬 它的股价持续上升的时候 大家是有这些想象的 但是它下来的时候 大家又当回它的手机股 那变成了它那个股值 就不太浪得住了 那反而其他 例如ATM的 其实它们是比较 纯粹的一些互联网的股份 是没有小米的 这种是尴尬的 我自己会对小米的整体的业务模式 以至是那个前景 其实不是说真的看得太差 因为你看到它一些互联网服务的收入 其实它也是持续增长 还是一个很高的双位数的增长 占它的业务份比 其实也会越来越多 加上其实它手机本身卖得好 在印度和西班牙 其实它的市盐率都是明理前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于它那个长线的前景来说 我仍然是偏看六观 它是走着它一路又上市以来 在推出市场的方向 但是短期来说市场的情绪是可以很波动的 加上在那个技术上 你看到小米来到这些位置 其实那些前高位 又是出现一些获利的动作 它再往上进一步的动力 又会慢慢是差一点 所以其实它现在的形态 有点是一个兜底的状态 但是兜底的状态通常是一些转小的形态 你在高位那里兜底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去升穿那个颈线 所以25元左右的阻力是很大的 25元只是技术阻力 大家都会看同一个图 我看着25元是阻力的话 我去到24元我都先获利 尾那阵我不赚它了 在这样的情况 它再往上突破的动力就少了 因为很多家庭观众 大部分我估计都是没有货拿来手 好像ManManCarry 都是问小米什么位置可以进入 如果按照Ryan刚才的分析 有机会25元的阻力都相对比较大 然价位冲入场就直博 空间大家计算数就似乎不高 但是如果真的当市 甚至是一众的新经济股 当小米真的有机会回回 会不会是落到20元这些水平 你就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值得做部署的价位 去给观众参考呢 我想你想想你想做些什么 如果你想做一个短至中线的部署 即是吃着整浪一些的新经济股 我真的当成一支ADMX股份去看好的话 20元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位置 但是我们做的操作 永远都是去到20元 它真的跌不穿的时候才去买 而不是说它跌到20元 或者接近20元我们就买了 而是你要看整个形态 但是它不穿这些水平 我才慢慢去吸纳收集 还有也是那一句你严守指示 还有你要有一个上网目标 你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上方 可能24至25元这些位置 就开始有些获利盘容易的动力 就会减弱的了 这个要继续留意着 这些就是一些比较短线的操作 就算20元就是之前低位附近这些位置 大家不要真的即日看到这些位置就冲入墙 这些位置危机就相对比较大 是有机会在一些前底位 其实Ryan觉得是守得住 站得稳的时候才去做一个买入的部署 那个稳定程度会高一点 小米今天仍然都是持续到它的强势 那升近就是接近3% 在做23.1这些位置 好了我回答了很多家庭观众的问题 另外其实我本身也有问Ryan 究竟近期其实有很多个别的股份都标了上来 自己有没有看好哪几只呢 那他有提到好几只呢 例如真的升得近期都不错的类舍 那譬如之前破了位的阿里健康 但有一只呢我比较好奇的呢 就是比较小一点的相对 他就是手游股 火岩控股1909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一只呢 又会 1909 其实我是挺看好整个游戏的万块 游戏的相关股份 都值得留意 不是整个游戏股就要买了 是的 但这只相对又可能股闻没有那么熟悉 这只相对小的 而且他手游或者以至是游戏的业务 其实他的产业链都挺长的 那你不会是由同一间公司 或者比较少 由同一公司由开始写 去到我们的手机手上 或者我们家的家庭电视游戏机 里面的end product 都是同一间公司 或者是同一个制作商去做的 那他不同的环节呢 就会有少少不同的供应商 或者产业链 火岩本身就是 你可以想像是好像做电话 一些的OEM的生产商 类似苹果手机的富士康 是的 那他就去写一些游戏出来 那你继续去掌握着 这些游戏本身的一些技术的层面 从而是人家的一些游戏箱 去吸个牌 吸个名字 然后去做一些销售 那他早前就做一些收购 去买一些销售商 那其实这个就反映到 他是希望去扩阔 或者是拉长 应该是说拉长 拉长他一条的产业线 令到他可以在不同的产业环节那里 获取更多的利用 那本身就 1909本身都 一些很多活跃的游戏 他起码有几个都比较长寿的游戏 大家知道 你长寿的游戏和数目多 其实对于他一个持续的收入是重要的 我举例 我以前是 即使我读书的时候 有个游戏叫做CS 它是一些射击游戏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我的年代也知道 但是不是你的年代 我的年代 是到现在还在打 是 没错 那变成 是他的 不是他的 我发生我以为是他的 我举例而已 一种长寿的游戏 对于供应商来说 其实是重要的 是 所以 为什么我看好这类的股份呢 你再要看他的业绩 他的业绩 半年业绩不差 详细数不讲 但是你看到市盈率反映到 现在也是二十倍 做了市盈率 有个不错的增长率 我记得是增长了九成的 是 你有个这样的增长的速率 其实那个市盈率 仍然是便宜的话 其实我又觉得 直播率是不低的 加上其实你看到图形 之前升过分的 你去到六个多的位置 不多不少有回吐了 下来其实又是上升通道的中轴的位置 整个形态上已经是一个上升的旗形 旗通常不是出一支 仍然一支比一支大的 其实之前已经是出了 第二支不是那么帅仔 如果看图表 一支 两支 三支 越出越大 其实是有机会做升多棍的 变成我们买股份 是衡量它的直获率而已 以它的股值来说 对它的股价都有少少保护作用 按照你这么说 只要大家做一些短线的部署 其实都是做严手指示价位 做好价位部署方面 其实也有直播的空间 是吗 是的 也是衡量我的直播率 还有我也是觉得 留意多些游戏的版块 坦白说 我们哪有时间打机 是的 我们不多打机 所以我们也不多留意 真正在消费市场是如何 但是在环球 曾经有份报告 环球现在全球的人口 大概60亿人左右 当中有多少人 是有习惯性去玩游戏的 都有接近30亿 很多 应该我相信 很多的 原来接近30亿的 即不论一些先进国家 或者发展中国家 一半的 发展中国家 可能是玩手游 一些先进国家 可能是设定了 家里的音响系统 甚至设定了 带盘等等 所以其实 其实游戏市场 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好啊 那就当给多一只手游股 大家参考吧 因为其实手游的版块 大家都可以很多选择 只不过是有可能 个别的投资者 未留意到这一只 今天来说 股价走势 就不算特别飙青 暂时就在做5.33亿 这些位置 另外 Ryan 原来你也有看下 新股市场 是不是 新股市场 也值得看下 但是 早前就曾经炒过 一轮很刺烈 尤其是之前的 SARS概念 即是 落响 明元云 我刚才也看到有家庭观众 有问一下 明元云是怎样 但是最新 自己有看着什么 始终现在新股市场 大家在期待 蚂蚁 但是蚂蚁 大家知道是受阻制 可能你转移去看一些 例如 蓝月亮那类股份 内地的投资者 其实挺注视蓝月亮的股份 蓝月亮这些股份 因为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他们认识的牌子 是 这个到时大家再留意 另外 如果大家在控制住 买前提之下 留意一些相对比较细 一些 现在上市的新股 其实最小都要5亿市值 之前有很多 例如可能 俗称买卖的活动 令到这些股份上市 你一上市就5亿了 变成它的股价 一上市就要沽下去了 因为市值 其实它不值5亿的 但是现在 基本上 购物活动已经是绝职 已经是少了很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有少少找东西炒了 既然下限都是5亿了 你一上市就5亿了 不如你炒高它 新股永远都是炒供求的 当你货小的时候 其实它也是 比较有大的条件炒上去 所以你看到近日 一些上市比较小一点 尤其是建筑行业的股份 其实它们也是有一个 挺厉害的炒作 这些都是 在投机上可以留意着的 如果 我不想这么投机性 我想看一些 相对比较 机会大一点的股份 其实 留意一些包帖的行业 包帖的行业 始终它们第一 第一 那个上市的集资额有下限的 你不可以走去集2亿 这样就走上市 即是那些B仔股 俗称 你最少要 没盈利的 没盈利的B仔股 没盈利的生物科技股 是的 那些叫B仔股 那这些股份 其实它最少都要集20多亿 这样才可以走上市 这个第一 第二 其实交易所也都有对他们 一些项目的研究的进程 是有一些规定在 你不可以说 我打算做一只 可以能医百病的药 然后我就恐上市 但是你什么进程都没有 因为你做不到 所以其实 这个就会变成 对投资者来说 在一个基本因素上 有少许 少许 有少许的保障 起码 这个东西不是 我们俗称 一个 纯粹一个棚 不是纯粹一间 空壳公司 一间中伏 是的 而是真的有它的业务 而你事实上 你参考那些王籍 今年上市的一些 新闻科技股 其实它们的首领表现 也是不错的 当然 你也不是那么容易抽中 很多时候要用一些 之后再部署 可以吗 之后再部署 都可以 但是 讲一会 就会反映基本因素 是的 因为基本因素 大家现在要看大脊 是的 是的 一来规模 二来你的研发团队 三来你针对什么的疾病 或者是你做的什么的药物 这些都是重要的 都是市场比较审视一点的东西 新股永远是一个头段 是大家关注供求 关注那个气氛 但是当它上市之后 大家就会慢慢去回归 那个基本因素 嗯 因为讲到大脊的 即是有家庭观众Fiona 刷了一百零一出来的 那的确的 是升到那个走势 我都不得不要赞扬一下 他这么英俊 那今天来说 是的 即今天来说 又升到超过百分之二 那这个 有没有目标价真的可以看呢 因为不止这一只 其实你很多看 譬如龙头蓝丑那些 阳明生物 即是八制神州 都是升到 你根本就不可以看目标价的 即是是不是选 一定要放一只 下去的组合就可以了 先讲一只一百零一 如果走势上 我觉得有一点偏离了 它的上升的通道 即是太急了 反而是 是的 要等它有一点回吐 好像它对上一次 这些股份 你永远参考它上一次的 破顶之后的走势 那你就会知道 不需要心急的 看图表也是 你看到一只一百零一 它对上一次破顶 应该是九月十六号 当时的股价呢 升穿了之后 那个高位是多少 高位是67.2 但是即使已经是看到回吐 是的 然后它曾经是回吐 下去 即是九月二十九号 那个位置低了 去过五十四个八 那如果你是高追了的话 其实你都要坐多长一段时间 那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 又不是只有一只股份 你没有必要是觉得它 必须要去高追的 它不像ATM这些股份 ATM其实 你只有一只 你只有一只 你只有一只腾讯 只有一只阿里 就算你阿里和腾讯 当它同一类股份 它们都是只有两只 有这样的巨头 有这样的规模 的股份其实 没得选择 没得选择的 你和生物科技的股份 是不同玩法的 所以其实 即使是阿里 你破顶都要回吐 那你更何况 这一类其他股份 其实是有往迹 有图表给你看的 那我又不会太心急 去这些位置去追 嗯 好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一类不用心急 但是整个版块 似乎Ryan 都不是看得特别差的 而有一位家庭观众 要帮帮他 是Man Kid 就问到 我知道你本身 都看得是否不差 或者香港电视 1137 因为今天呢 那时候有很多位 做过13.5这些水平 暂时呢 就是升超过3% 那他就是说 11.8.8就入货 那要先恭喜你 就问就是 上网多少 但是你这类是真的看好的 是吧 是啊 这类又要利益申报的 国人持有 那这类 这类当然 他自己本身做的业务 是做一些网购的业务 而且那些数据也是做得很漂亮 还有本地 真的集中 是啊 是有集中本地的 一些网购的业务 那 除此之外 其实他也都是 看着说 会扩展其他类别的一些 业务外送等等 那些业务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开始有些憧憬 就是 他是掌握了消费市场 一些很重要的数据 嗯 尤其是本地市场 你想想 除了他之外 其实有哪间公司 其实有他这么圆秘 去一些的日用品 购买的一些的 习惯的数据 是他这么掌握呢 是 所以是比较少的 真的 那变成了他有一个独特性 也都是市场 愿意给他另一个的 股值基础 那 你以往 如果你纯粹把它称为一只 网购股 你就算称为 亚马逊 甚至乎你比较 亚马逊 亚马逊 甚至乎你比较 亚马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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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在想 他的股值 是基于他一些对大数据的掌握 那么 那个给予的股值 就可以很高 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好像美团 美团 大家是觉得 不可以说股值 你说股值贵 一早一百多元的时候 都不可以买 没错 但是始终你是做生意的 为什么不说股值 因为你是基于一个憧憬 大家是憧憬 他可以 好好利用他手头上的大数据 这个就是 你看回去年的业绩 就是突然间好像有些惊喜 是因为他的旅游业务做得好 旅游业务做得好 大家不是觉得 做旅游 而是 大家觉得 他懂得利用一些大数据 是有很多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就是 那个股价的一个重要动力 但是你觉不觉得 港市未完全反映出来呢 他现在还是集中 真的做一个 我们看他网购的金额 总订单 究竟他们一直以来 可以收集到的资料数据 就是正如你说的 其实那个冲径是可以很大的 但是他们未实质是 变演或者兑现出来呢 没错 其实他未兑现出来 所以其实 未反映股价也是相当正常的 不要过分憧憬 起码你有些少少 值得令你去 就是憧憬的股 现在大家知道 他掌握着很多大数据 这个是事实 但是 你怎样可以利用这些大数据呢 他先前都跟一些银行 做一些联营的信用卡 但是这样不足以令大家 信服他会搞金融科技 是的 这个暂时 我想是需要 有点耐性 现在就暂时是冲击住 如果有一些短期的趋势 他的股价的股价 的股价是冲高的 但是不是说整个趋势 他的趋势其实是 要建基于 他对大数据的应用 和大家对他的一个冲击 嗯 因为我记得之前 听说过 有些传闻 可能会好像美团 多方面的业务 会利用数据去搞 但是未证实 只是大家 纯粹是对 他一个公司的业务前景 有一些另类的憧憬 管理层都是相对务实的人 他很少就走出来 是单纯说一个 我会做些什么 20年后的故事 是比较少的 通常都会告诉你 他是怎样走的 这个我想先留意 但是 虽然我刚才举例举美团 但是 我又不觉得他的股价 应该跟美团相比 是 那最后讲到教会部署 因为那个家庭观众说的就是 目标价很难望 如果破顶的话 是吧 破顶很难望的 破顶通常我们都 不断地上调那个 对 上调的指赞位 那暂时来说 反而我 我永远都会觉得 那个指洩位 比较重要 是 暂时来说 他11个几天 可以用指赞位做部署 不需要指洩 对吗 都要用 即是都要上移 那个指洩位 那你的股价升多少 你原先的指洩位 你便会升多少 是的 通常都会这样的部署 好 看着这条十天线先 但是十天线 它之前一直都圆着 十天线走上上下下下 现在就明显是偏离了 是的 短期来说有机会有点回吐 但是 我又觉得整个趋势都会被破坏 不用太担心 短期目标 看着 如果真的破顶 破顶之后 可能先看着15元 不敢看着太高 因为它不会太偏离的股价 好 即是指洩或指洩价位 因为十天移动平均线 都很接近 卖入价 看着大概11.89 这些水平 上去看它是否真的可以破到位 破到位 就是类似一些心理关口 短期望着15元左右 这些位置做部署 好了 说到这里 今天都回答了很多问题 市场价升230几点 成交方面 835亿多 看来今天的势头 希望可以持续去到收市 今天谢谢Ryan帮我们答了这么多问题 如果大家未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住按订阅 订阅 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最新的资讯 未like 新频道 Facebook page的观众 记住上Facebook like 就在这里 好 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好吗 因为时间都差不多了 答不完问题 不要紧 因为我们下星期一 同样时间 五次新阵 再见 谢谢Ryan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